所以在这个阿拉伯世界非常他们非常欢迎这些印度旗啦 因为他们在那时候这个这个阿拉伯世界在数学方面在科学方面都相当发达 所以他们对这个像旗这个所谓的印度旗相当着迷 他还写了很多著作啊想怎样去下这个印度旗啊 而且这个旗后来就传到这个西方国家在700到900年的时候传到欧洲 所以在北欧的时候十四季的时候有挖到这个象旗那个西洋旗的那个移物啊 然后在法国也挖到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个那个所谓西洋旗啊 所以这个证明在700到900年就传到去欧洲了 然后在公元10令到17世纪的时候 这个他们改了西洋旗就是改了他们的那个格局啊 就是说变成王后是最有权力的 以前王后是不是很有权力的 现在我们讲的那个Queen是最有权力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说那个宾族啊 他第一步都是可以跑两步 以前是不可以的 现在他们也不是改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完整 就比较接近现在我们玩的这个国际象旗了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就意大人 一开始是西班牙人控制这个整个象旗比赛 过后就轮到意大人 意大利人然后到法国英国人 现在当然是俄罗斯人啊 不过最近的世界冠军是印度人啊 所以印度人重新 本来象旗这个都是 基础都是从他们那边传过去 尤其是在英国的一位William Jones 就是说威廉琼斯 他很肯定的说象旗在六世纪时传到这个欧洲 因为他觉得这个象旗 根据他路线啊 他是从那个上一路线 他一直从波斯传到阿拉波世界 在亚洲然后才到这个欧洲 他说他很肯定的认为 不过有个看法就是说 象旗有可能也是在从中国传到去欧洲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传过去 不过一般上这种国际旗 一般上是男孩子比较时常有玩 而且男孩子一般上都 他们的技术都比较高一点 不过宋亚里有两个姐妹 叫寶哥 寶哥姐妹啊 他有其中一个叫 苏菲寶哥的姐姐 他在1996 不认为拿到世界的那个 女子这个西洋棋比赛冠军 他另外一个 妹妹这个朱迪宝哥 他就不参加女子比赛 直接在男子比赛里面参加 他也是其中一个 高手 他也是其中一个在 他直接跳过你 不是他不参加女子比赛 直接和男孩子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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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